大家好,这里是千锋教育云计算学院,我是西瓜田老师 上次课程呢,给大家讲了如何进行一个正责的使用 那这次课呢,就给大家说一下如何利用这些正责去干一些事情 那讲一个什么事例呢 就是我们去海量,海量呢,去什么,爬取互联网的一些图片 好,那我们来先建一个文件,就是海量,爬取图片吧 图片,海量,就是图片吧 好,同样,我们爬取图片的思路,其实和我们之前说的什么呀 爬取的那个,就是说那个网站的小说是一个思路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什么,request模块 request模块,发送get请求,拿到网页,然后呢,找到我们的图片地址 好吧,再次请求就可以把这个图片呢,拿过来了 好,那现在是这样的,首先这个图片地址从哪来呢 从哪来呢,好,那是这样 我们呢,就来先说一个实例 我们搜索3w.com 在这里去找什么呢,找一个叫做斗图的网站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我们去爬取图片呢,仅仅是什么,没有进行反爬成技巧的那种可以爬 那有些网站它不会让你拿到图片的,好吧 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一个网站叫做斗图 斗图表,云斑这个,OK吗 好,就是这种,就这个,好吧 点上就行了 点开它之后呢,我们准备爬取哪些图片呢 我们点最新表情包,点这个 我们去爬取这里边图片 这里图片呢,有很多 就很多,你看吧 你很多 包括这些什么的,还有什么呀 还有页面的,还有好几样,对吧 那我们首先,先说能不能拿到一个图片 怎么写到我们的本地,对吧 先拿到一个,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拿到很多了 哎,这个比较可爱是吧 那比如说我们就来拿这个图片 好,那拿这个图片呢 我们很简单啊,如果是什么 如果你用的是什么 Firework这个呢 这个浏览器啊 这个浏览器呢 火湖的流行,forfox的这个火湖的什么 浏览器,我们点击什么 还是让人点击,选择什么呀 选择这个,in space element是吧 选择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 鼠标点到这个位置 点完之后呢 点完之后,去在这边去选中 好,去选中就行了 这翻译有点慢,稍等一下啊 好 选中,我们再点一下啊 点,点完之后呢 点这里,变成阴影了 点它 点完之后呢 这个就是图片地址了 好吧,这个都是图片地址 好,那我们拿过来啊 我们右键一下啊 右键 copy copy什么 我们的,比如说拷贝 inneratml 拷贝里边的 atml 好吧 我们来点一下 好,其实刚才是不是有个URR地址啊 我们不管它 先来拿这个就行了 好,调整一下啊 好,现在我们做每桌面 然后我们就来先分析一下这个东西啊 好 可能又没拷贝上 就有个快捷键 快捷键正当我事啊 好,我们右键 然后呢 copy inneratml 好,看个V 拷贝不过来啊 那我右键吧 我拷贝一下右键吧 右键 pass 快捷键不好使啊 诶,真的是拷贝不过来 好 好,那我们现在双击这个 我们找一个吧 这个属性 好,我们点击编辑吧 编辑element 好吧 编辑之后它不是变成这样了 之后呢 我们再次选中它 右键 cowby 这个总会吧 这个绝对没问题了吧 好 我们现在呢 来 粘贴这啊 好 那 把这个呢 给关了 好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数据啊 首先 img 对不对 这个标签 那么之前呢 呃 记得上次给大家说过 这凡是有src的 其实就是它的真正的路径 对吧 那么首先看一下 这个呢 img这种标签啊 只要你看到src的 src等 等后边这是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其实就是真正的什么图片的地址 图片的地址 ok吗 好 当然后边还有一个data orange 对吧 data orange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这样做啊 我们尝试 把 你看 你会发现其实data orange和这个什么呀 src的他里边呢 他俩是一样的 看不 他俩是一样的啊 他俩是一样的 我们只要拿任何一个地址都行 但这里 经验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复制单击过来 如果你用request模块去请求的时候呢 src不是这么明显的路径 ok吗 所以我们需要取这个路径 好吗 以后我们就取这个 当然现在呢 我们就来拿这个路径 比如说 你拿到这个路径了 ok吗 那复制一下啊 你拿到这个路径了 那这个UIL 你拿到这个UIL 就可以再次用什么 访问他了 比如说 我们先用浏览器访问啊 好 先用浏览器访问 那么先 再打开一个标签啊 再打开一个标签 之后呢 来把这个呢 拿过来 好吧 好 那还是刚才能复制 这个快捷键不管用 那么现在就修改一下吧 这个路径 好吧 好 那敲回车 其实是不是 就是这个图片啊 那我们浏览器能拿到他 并且返回 我们的request模块呢 就是什么 就是用来什么 模拟浏览器访问他的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 首先拿一张图片 ok吗 我们拿一张图片 怎么拿 叫import什么 request 当然这个模块需要安装的 对吧 这我们之前安装过了 好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 request s.get 方法就行了 get方法之后呢 你直接传这个URL就可以 直接传这个URL就可以 好吧 传完URL可以 好 传完之后呢 它肯定什么 反复一个response 对象 对吧 那response 对象呢 我们知道 res.com res.content 是不是 它的二进制设计啊 由于我们的这个图片 并不是普通文本 所以你没必要进行给它转 它就是一个二进制 对吧 就是一个二进制 那现在这个二进制 我们需要保存到本地 对不对 那你就要什么 用什么 我们的openchart去写了 对吧 那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个新的支点 什么支点呢 我们导入一个IO模块 IO模块 IO模块里有什么呀 它也有openchart 也有openchart 那这个模块里边 openchart和我们直接写openchart 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这IO模块呢 IO模块里边的一个openchart 这个IO模块在python2和python3里边都一样 特别是什么 IO.open 主要说的是什么 主要指的是openchart python2和python3 这里边传的参数都一样 那假设python2里边的 直接用openchart了 你python2和python3不兼容 好吧 不兼容 为了这种兼容性 我们可以用io.open 这只是 只是吗 一个小提示 好吧 我们就来用一下 好 那防止以后你写完代码在python2里边跑 跑不动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这个担心的 也不能说多余吧 其实现在好多 在现在已经2020年了 是吧 python2已经不被被支持了 并且python呢 现在目前最新版本都达到3.8了 好吧 那相信随着时间的增长啊 那过去呢 我们的这个python2慢慢慢慢都会被淘汰 写里边好多代码和框架呢 这些程序都会用python3去写 好吧 那咱这里呢 还是暂时提醒了解一下 好吧 好 那之后呢 我们就要写 写的时候啊 这个是不是还是文件名 这是一样的 好吧 好 那这个文件名 文件名其实从哪儿拿呀 就在这儿 这里边是不是有alt啊 这里是没有的 是吧 有有有有的啊 标签里边alt 这是它的属性 这是属性的值 如果有alt属性 就是当你的 当你的什么 当你的页面的这个 这个什么 图片地址 如果图片显示不了了 它就会显示这个字 好看吗 显示这个字 那么可以把这个 这只图片的名字 那把这个图片的名字 拿过来作为文件名就可以了 好吧 作为文件名 OK 好 那么现在 哦 没注意 这个这个还是复制了 整个的 整个的地址啊 那么需要把它什么 给删除了啊 复制多了 刚才啊 好 我给删了啊 说这么长 好 那现在地址改完了 好吧 改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 写这个文件名了啊 那这个图片呢 干什么 这个图片还是有扩展名的 那现在要写二进制 写二进制 怎么写啊 后边加一个b 就半一次的意思 就可以了 那注意 写二进制的时候呢 后边不需要传incoding 传了就报错了 因为它根本不需要编码 本身就是什么 二进制 ok吧 好 此时同样会返回一个什么 对象 那你写的时候 那你写的时候是f.write 去写 写的时候也得写二进制 说句 那就写什么啊 re.content ok吧 就写这个 好吧 好 写完之后呢 f.close 也是要关灵 关这个密对象 无线对象的 好 我们知道这种呢 总是有时候忘了关 同样这个什么 适合什么呀 位子一句啊 位子 s 干什么 f ok吧 好 冒号 然后这个呢 什么 要缩进一下 对吧 二三四 ok 那现在就拿这个来实验一下 看我们能不能拿到这个图片 好吧 来那现在呢 运行一下 ok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写好了 写到这个图片里了 这个vs.go的可以查看图片啊 这个人呢 就会拿到了 对吧 那我们如果是这样拿的话 肯定是效率慢了 对吧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程序 能把这个呢 这里边地址啊 D.andre这个地址呢 给他拿到呢 啊 给他拿到了 给他取出来 因为这一个页面就干什么 有很多图片 对吧 很多图片啊 那你这么多图片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都拿过来呢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拿呀 是都可以拿的 好吧 那怎么拿呢 我们首先这个是不是总的什么 总的这个地址 啊 总的UR 好 我们复制他 啊 复制他 之后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UR应该拿过来 那首先应该请求什么呀 请求了什么 整个这个总的页面 对不对 把这个页面内容请求过来 因为这个页面 总的页面内容 有什么 有我们的 这个 这个图片的地址 对吧 那首先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再建一个文件 好吧 建一个文件 有什么呢 好 获取 获取 大量 图片 图片 好 点 PY 好 那首先 我们写个baseUR baseUR 就基础的UR 总的啊 就总的啊 好 Ctrl V 呃 又按错了 稍等啊 这个呢 是还在搜索 好 那现在呢 Ctrl V 好 拿过来这个总的UR 然后呢 我们同样 在一开始 是不是应该导入一个 这个模块啊 I Import 怎么样 首先我们可以导入IO模块 对吧 好 这是什么 内置模块 OK吧 好 那有第三方模块 我们应该再导入一行 好吗 给它区分 这是 这是什么 规则 这是什么 标准 标准规则 好 那么现在呢 RES 等上一个什么 RES 啊 Git 之后呢 你应该写什么 UR等上一个什么 Base URL 好吧 拿到之后呢 其实就是ATMR页面了 对吧 就是ATMR页面了 那我们就拿到什么 RES DR 此时 此时我们要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这个页面啊 我们要的页面啊 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快捷方式啊 就个text 啊 text ok吧 拿这个text 然后就直接 转回页面了 这个属性 ok吧 好 ATMR 等上一个他 其实这里不太合适啊 因为用这个 他是默认用UTF-8 给他解码的 那假设你的页面不是UTF-8 那就不行了 那如何查看页面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字符编码呢 其实在这里呀 我们 我们继续看这个原码啊 这个是吧 它里边有个标签 有个标签 有什么标签呢 我来看吧 这里边有个叫做 header里边 这里的标签啊 这个呢 有点太小了 是吧 嗯 放大一下啊 这样我换一个浏览器吧 换一个浏览器 注意 其实在这 在这儿看没有 大家来 我放大镜放一下啊 就这个地方是吗 有个标签的啊 呃 就个header标签 有个meta标签 meta里边是吗 插色的 那这个就是他字符编码的 UTF-8 你可以提前看一下 看下一个之后呢 你能保证 呃 用这个正确编码给它解析了 要不然这些中文呢 都变成什么 乱码了 啊 都变成乱码了 好 那行 那么来 稍等啊 好 那 我们来 可以 把它什么 把它直接编码 怎么去指定编码呢 content 抵抵抵抗的就行了 好吗 这个呢 默认就是UTF-8 好吧 默认就是UTF-8 好 那现在呢 来 我们拿到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print一下 用于来分析 如何 把那些图片的地址呢 一个一个的拿过来 好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好 运行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 同样道理 它是一个整个什么 字符串 它是整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里 我们在这呢 可以尝试 content F 搜索一下 Data Tata 杠 Orange OK吧 就这个 其实呢 只要是有 Imager这个图片 都有这个地址 都有这个关键字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呢 进行来过滤 那对它每一行进行过滤 那对它每一行进行过滤 怎么过滤呢 我们可以这么大 for循环 in什么 atml 但是这个 整个字符串 进行循环 它是一个一个字符 出来的 对吧 我们突然 要变成什么 用split的Lens 给它变成一行一行的 还是这样的道理 好 那么 打印一下 那么直接来判断吧 如果 Data 杠 Orig Orig 然后呢 在这里边 in 好 我们把这个单层上 给它写 写完整了 还去 这还给我错别字 有会儿我给它改了 好 那我敢把这个呢 就拿Data Andre里边了 好吧 你拿别的不好使 我是之前观察过的 好吧 好 就这个 复制 最后呢 在这 然后呢 就这个 好 印什么呀 来 对吧 好吗 好一下 最后呢 我们打印什么 打印这个Lens 我们看能不能拿到所有的图片的 那个emage标签 好吧 好 我们再次来打印一下 好 运行一下 好 可以看到 我们应该是拿到了 我们拿到了 那这个是比较多 对吧 是比较多 那我们其中拿 启动了一行就可以了 好吧 启动了一行 好吧 好 我们看看啊 好 其中一行 我们干什么 可以写一个break 写一个break 那么打印一行之后呢 就break一下 break 好 我们来请就一下 好 那我们拿了这个了 in-magic标签 这里呢 稍 这是不是有个 Data-endry啊 Data-endry啊 Data-endry 然后呢 这个其实都要按着这里边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URL 就是一个URL OK吧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拿到所有的这个标签了 这个标签了 OK 那现在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去一个一个再次发送什么 request get这个请求 就发送一个新的 Imagic的这个URL 好吧 好 那这次课呢 那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就来说 如何去取 把这个图片都取过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